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凄惨 这一场的话 爬步这名选手 他应该是上阶solo赛的一个亚军 然后来自大洋洲的一名上单选手 他在上一届的时候 是打赢了double left的一个大师兄 然后菲克尔还有rookie 这名选手的一个solo能力很强 那他的对手是这边ISG的一个中单 Saya 也是快速进入比赛 梦魇大头 来了这个版本的梦魇 这还是个钢铁梦魇 少一个挖掘机给他凑击吧 而且梦魇这个版本 他真的单线有点猛 而且新装备都很适合他 但是大头 在我们LPL一个solo赛里面 小虎之间打一个大头 前击确实给到对手很大的压力 这英雄推线很快 而且就是 梦魇这样的英雄他需要近身 你近身如果进到大头的一个防御网里面 其实梦魇这边也是不太好打的 是 大头先布阵 然后让梦魇不太敢近身 这场我感觉梦魇是不太好打的 他首先会被消耗 其次刚才童鞋讲了 面对大头的布阵很难进去 其次在 包括在缩圈之后梦魇也很痛苦 缩圈之后在狭小的范围 更利于他的炮台的发挥 对 所以他这把的一个策略应该是选择快速推线 不让大头这边把自己的防御网架起来 一个便宜家提阿玛特快速清炮台 这边感觉如果梦魇真的是想要在EV1里面打赢 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W把大头的这个晕挡掉 不然的话他可能是打不出来伤害的 但大头这个晕因为弹道是比较缓慢的 会给选手一定的 对 会有反应时间 所以就要看一下 瑟雅这边会不会就比较细节一点 先用别的小技能来破盾了 是 因为只要控住的话 其实他的大炮台就可以无限发挥了 应该是梦魇自己的AOE也比较多 所以推线推的比较主动 对 所以天马特出的是非常关键的 主要是 正常来说是梦魇 就是打大头肯定是大头的线权 对 结果因为一个天马特上线直接推线 B线一直压到了大头的塔下 然后梦魇现在只要等到他6级 就看他6级那一波怎么处理了 他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大头放出来 放出来好击杀 是 就是把B线给控回来 对 这样让大头深入腹地 他好做反击 但如果大头一直是猥琐在塔下 这梦魇拿他没办法 大头的一个塔已经开始慢慢架力浅了 不停的消耗令 跑步比较头疼 同时就像刚才卷子老师所说的 梦魇需要把边线拉回来 但是因为他有提亚马特的存在 都会没那么容易 好 但是大头主动发起了推线 对 大头这个英雄感觉就是 没有办法不推线 大头现在不穿杆往前 他需要把他的一个塔再继续 慢慢往前架 再往前走 既然没有防御塔的保护 梦魇只要飞塔 他是非常危险的 缓慢推进的 对 好 这次尝试一下 没有拉重 这波梦魇会选择突然线回家补一波装备 两边都同时选择了回城 雪云鞋直接卖掉 测回了 选择出到一个隐魔刀 其实对于对拼来说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感觉他没鞋烧点移速 不太好走位 大头也没出鞋还好 影响就不是特别大了 对 而且梦魇这边Q是有个加速的 而且对于梦魇说好消息 是冰鞋刚好是往他这边推的现在 再加上大头的一个炮台还没有加力起来 大头还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现在这边 CIA一直比较谨慎 围绕着自己的兵线在走 在这个位置 UQ直接把兵全部清掉 小号也是挡到了的W 同时恐惧到 在往后拉扯 这一波换血 梦魇再飞大招 突然时间反打 骗出了大炮台 大炮台的威力也很足 我直接吓退梦魇 刚刚这边爬步近身的时候 也是用自己的 魔法盾挡掉了大头的一个控制 虽然大头这边自己是 要危险交掉一个光盾嘛 然后他自己这边是用掉一个点燃 在两边都没有大招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大头这边可能是危险更多一点的 因为现在毕竟自己这边也没有炮台了 而且梦魇的血量明显更高 大头现在肯定要损失一波兵线 来强行硬回城一波补给一下 然后梦魇就会有一个小优势 梦魇再等到下一步大招 再对大头进行进攻 一个进攻 对过线 吃一个肚层 梦魇回家出一波装备 想吃两个 攻速快啊 本身梦魇的W就即使他不开不挡技能 他本身的被动也是要加攻速的 这个英雄就这样 之前就是打单线也经常会带一个致命节奏 一旦Q中然后过来追着 挺难受的 空拒 直接基本上就血汤就下了非常快了 这波回家补到了一个水银鞋 加上一个穿甲 大头是出了一个法术这个枪 1050这个 30秒搜圈 现在是梦魇的经济要略好 装备是小有领先但是搜圈以后大头的这个超级炮台 会给梦魇造成不少的麻烦 是的 而且现在时间开始就是不管怎么样可能都是要等到搜圈之后才可以爆发人头了 对 好两边都补给完成 马上圈子就缩起来了 开始缩圈 现在两边都是只有一次机会了 莫言现在会把兵线疯狂压过去 然后让缩圈的时候追射的位置有力 让大头的炮台架不起来 那么大头就会很难受了 缩圈锁得很快 大头赶紧布置自己的炮台 梦魇会把这些炮台都清掉的 又清一个 对 然后利用圈把大头的位置逼出来 然后一波直接带走 先关灯 闪现进草头 大头下起了两个炮台 同时开启了自己的光盾 跑步血量不好 逼出大头的闪现 圈子越缩越小 两个人都是弹尽两绝 梦魇表示要先Q一下小兵 先清一下小兵 大头反而清兵比较困难 他选择用一个炮台 但是没有办法被一个Q技能远程带走 这一波好极限 在梦魇最后就是这个Q的同时 大头的导弹 应该是可以中的 对 但是他这个Q是飞得比较快 比大头的这个 手雷 对 手雷 我们恭喜 其实我有点想知道 他这个头发洗头的时候 会不会揉到一起这个颜色 那应该也会 辛苦化妆师老师了 每次还要帮他层次分明 赛博是Bepo 对阵Bulu Bulu在今天的无限火力中也是有上场的 Bulu是TCL这边的一个中单选手 现在打得还可以 是的 奥恩 奥恩 来了 solo赛也打这个 奥恩其实当前版本上路还挺猛的 是 蓝博 蓝博 这个英雄之前在L票的solo赛中 DWinB是把它运用得很好 这种英雄上次带的是个不灭之卧吧 然后好像是 把鲁鲁这边是一个会星 他还是要走一个消耗流 但是奥恩这里带了一个不灭 上来直接敲起来 打了一个一损 这波换血贼转 是 一个极限距离的头锤 熟练度很高啊 不可以上单选手 对 他就是这个是 他的容颜之柱是离你不远 然后让你丧失警惕之后突然一个头锤 对 这一波单纯想晋升 但是W烤完火之后没有距离了A了 以前卷子老师在打职业或者说平时打得比较多的时候 喜欢打哪个位置 我是主玩打野的 主打野 对 其实刚刚也能感觉到 就是遇到什么 酒桶 梦魇这种打野英雄 热情就燃起来了 这玩意的对抗上 我就不是特别熟悉 啊 那以前像打野的时候比较钟爱哪些英雄呢 盲森啊 盲森 玩打野 就是怎么都都会玩手盲森呀 是 是 这奥恩也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个被动技能 给自己打出来一个优魂斗篷 这边又涨起来 嗯 挑了一套 哎呀 两个人拼速度 这没拼过蓝波 又是极限的距离的头锤 弹波现在被压线压了有点痛苦 血线不加补刀落后 像这两个英雄想要来单杀 可能都要等到一个六级了 对 没有撞起来 而且奥文现在蓝量不够了 后面有一个小十字 可以给他吃一下补充一点点 直接去了 直接去了 这边多多老是声控解说 大招直接清线 哇那这一波 白波直接开大撞起来了 蓝波是有一个闪现的 这边也没什么机会 我觉得就是他有点着急了 奥文这边 是我觉得悬量低啊 主要对面也是没有大招嘛 如果他把这个大招留出来 下一波两边都回家补济完之后 再出来的话是有机会杀的 利用蓝波大招真攻击去杀 嗯 还想打断 想想算了 哎那你出我也不回来呀 哎 直接挂上 逼了一个闪现 一个一击能直接收到这个人头 哎呀就比谁更贪 对吧 本身奥文已经放了你一马了 蓝波想不行 我得出来收拨线 主要这波兵线对于蓝波来说压力太大了 这波兵线 他会亏很多 会亏很多很多 奥文会把兵线控死的 是 奥文回家走肉桩 哦 他这边 钱肯定不止这么一点 但是他应该是想做一个实验性头盔嘛 打这个蓝波还是挺好用的 所以就是先花一点 毕竟自己上线是可以打装备的 现在蓝波这边兵线是往对面推 但是等级还落后 太难受了 开始打了 钱够了 头盔果然是第一架头盔 这头盔加一个多蓝盾 我感觉他这个装备就有点无法被击破 蓝波的压力现在就非常大了 对 又被装起来 这个奥文的头锤有点准的 看到目前为止 那是戴了头盔以后更敢顶了 我们老上单了是吧 蓝波还敢走出来 胆子有点大 刚才已经吃了一次亏了 蓝波还敢走出来 奥文甚至这个心情都变好了 他补刀的时候也开始抽搐 而且奥文敲装备的时候还会唱歌 是吗 他在那里哼哼哼的 听到没 这回程了 这个英雄就很喜欢唱歌 让我想起昨天看一个地方说 克烈的这个大招不是有音效吗 他这个音效每一次开大招是不同的 连起来就是克烈的宣传片的背景音乐 这样吗 我回去可以试一下 对 克烈当时有个宣传片 比较短 他的背景音乐连起来就是克烈的这个大招 每一段的声音 学到了 还是有非常多彩蛋的 我们玩游戏就是光玩游戏了 对对对 设计师很多良苦用心 我们都没有体验到 好 好 蓝博现在大面具参战能力是有个比较大的提升 好 他就等到他的一个绿甲做出来之后 这个蓝博就没有活路了 其实就现在的话 蓝博伤害打他非常都不疼 做圈以后对于奥恩的优势就非常大了 他可以在粘着你打 而你蓝博是要打消耗的 你不把奥恩的血量压低 如果打一波的话 你是拼不过他的 对 装备的话 所以他现在这个装备一波欧运的话 是杀不死奥恩 而且奥恩他也是一个 不是靠一个装备加持来打伤害 他是靠打自己那个异损的被动 嗯 奥恩现在就完全不齐了 我慢慢给你耗 我回我家 等圈锁完 我再给你慢慢玩 对 而且就算两边耗着的话 奥恩也不怕 因为他可以给自己造装备 就不用回家 我装备也可以领先 这边直接开大招了 想要来留 蓝博闪现 直接躲开 闪现跟 这奥恩打得非常主动 真的假的呀 真的猛 烧不动 太难了 劝缩得很快 奥恩不去推兵线吗 感觉奥恩推线推的晚了一些 他如果早点推兵线的话 可能会把蓝博压制 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蓝博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嗯 现在兵线刚好持平 好啊 蓝博只能硬拼一波了 蓝博红弯 但是这波 还明显差了一层 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打不动根本 打不动 这个适应性头盔 太能适应了 再加一千二 魔抗太高了 魔抗太高了 恭喜Biuppo 拿下这场比赛 恭喜 果然是老上单啊 嗯 而且 不知道最近就是 这几场有没有都说好 拿的英雄其实都是 红类型 对 挺和谐的 没有那种特别康特 特别明显的那种 是没有那种至少没有什么 长手打短手啊 很痛苦那种 也就帅哥那一场了 啊 对 那个痛苦的刀妹 痛苦的刀妹 这是第一次击杀 第二次应该是个第一视角 兰博殊死一搏 但是装备差距太大 太大了 红温火烤都打不动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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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